在数码勒林计划下 不少老年人已经开始懂得 使用基本的手机应用程序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表示 目标是在明年三月之前 协助十万名年长人士 掌握数码技能 记者蔡可汉报道 狮子勒林之友协会的会员吴雪凤 在疫情期间减少出门见朋友 士兵来自高知特志愿者服务的义工 负责教导勒林人士怎么使用手机 吴雪凤于是学会了手机的视讯通话功能 他们也是有叫我们那个 Payla的那个怎么样去玩 你在那些Hokker Center这些 因为现在他们要用那些QR Code来Scan 我大多数是看K-Drama 还有看新闻 我的看法是我们必须要跟着社会的水准 因为你看外国 那些老人家大部分都会去用的 直总保健勒林活动中心的会员 也开始学会浏览社交媒体 这名17岁的学生义工 两个月前开始成为老人家的小老师 我其实有两位我在教的勒林人士 他们其实是完全不会用智能手机的 所以每次看到他们从完全不会用到会开 然后会拿来拍照 会拿来发短信 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成就感 数码勒林计划今年5月推出 目标是向年长者推广数码科技 设备 设计 优优独播剧 温划 大医闻 设计 优独播剧 计